与阿尔法的突然相比,他们才是最惨童星,一精神失常,一进监狱。 由于本应鲜肉的童星阿尔法在过年期间玩了一把突然间的自我,引起了很多人对童星群体尤其是新日童星长大后现状的关心,是小龙、林妙可、尤浩然都被搬了出来,很热闹。 然而即使变成沧桑大叔,阿尔法在童星出道的人中也还算幸运,每年娱乐圈都会造出很多童星,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,甚至因迷失自我,如经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。 如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童星李传,1982年出生的他,十岁时在电视剧年轮中出演学生时代的钟王小松而受到广泛关注。 一夜间家喻户晓的李传接拍多部影视剧,成了国内第一批复起来的人,他本人也同时到电影学院进修,本来前途一片光明,却不料接连遭遇父母离世,投资失败,几重打击之下,李传失踪了。 当人们再次关注到李传的消息时,已是2015年,东莞民间组织确定接头一位精神失常,靠在工地搬砖减废品的人正是当年的童星李传。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,李传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。 与大陆的李传在精神上虐待自己相反,台湾曾经最火的童星王新义则在迷失中走上了伤害他人的道路。 1995年出生的王新义,八岁时凭借在海豚弯恋人中惹人连的打打一脚圈粉无数,随便几张剧照便会让人爱上这个可爱的男孩。 5年后,13岁的王新义更是阴阳光下的足迹入围金中奖最佳男配角,轰动一时。 然而政党所有人都认为这位小戏骨前途无量时,长大后的王新义却成了台湾李天一,变得十分胖逆,入帮派,与14岁女粉丝网络直播脱衣游戏,全倒哗然。 2012年,17岁的王新义因参与斗殴被警方拘役,2016年,王新义又因迟血将一位16岁男孩砍成重伤被警方逮捕。 哎,童星还真是个蛮危险的职业,早早地让一个纯良少年面对金钱,名利,是非,这是他源源不断吸引人加入的地方,也是让绝大部分童星未来很难成功的原因,千年前王安石就已经伤重用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